大家好,我现在在四川的眉山 今天去这边很有名的彭祖山景区看一下 这里面有两个看点 一个是中国最长寿的人,活了880岁 还有一个看点是这里面有一个中国的双佛 建造时间比乐山大幅很早呢 进去看一下,门票30块钱 先去看双佛 前方50米就是最佳的观赏点 从这里开始爬台阶了 这个景区也没啥人啊 我又包场了 这里面的树木长得好茂盛啊 而且也长得很高 哇,大家往这边看 正对面就是双佛了 两尊佛像啊 就建在这个半山腰悬崖峭壁上 太不可思议了 这两边呢都被茂密的树挡住了 只有这边大佛露出来了 这两个佛像有点壮观啊 雄伟壮观 然后表情呢端庄慈祥啊 然后我们看他这个崖壁是红色的 这是丹霞地貌 然后这个的佛是坐着的 这边的佛是站着的 一站一坐 刚才我查过资料了 站着的这个佛呢是释迦摩尼佛 它高是32米 坐着的这个佛像是多宝如来佛 高是28米 这个在世界上啊 两个佛这样并列的是很罕见的 就是我们单独把这个站着的佛拿出来 他都能在世界上排到第六名 然后这两个佛是啥时候建的呢 他是在唐朝时候啊 距今已经一千多年了 他比乐山大佛要早了七十年 你看一千多年过去了 他这个佛的这些头发 还有这个衣服都非常的清楚 保留的很好啊 据说把这个坐着的佛的上半身 和站着的佛的下半身 给他们结合起来 放大五倍 就是和乐山大佛一模一样的那个构造啊 所以很多人就说 乐山大佛就是以这个佛为蓝本建造的 这是代表啥意思啊 就是说他们有可能在建造乐山大佛之前 在这边先练练手造了这两个佛 因为这里的这个山体的 这个材质呀和周围的环境 和乐山大佛非常像 所以这也是推测的啊 而且他们的建造年代也非常相近 是相差七十年 然后这里有通道啊 可以走到大佛的下面去 走上去看看 哇塞 现在我就走到这个大佛的下面了 从这里仰望一下 哇 看这个大佛 三十二米呢 好高啊 看他这个脚丫子多大 呵呵 跟乐山大佛那个脚丫子似的啊 下面是一个 好像是莲花台吧 他站在这个莲台上面 然后那个佛像是坐在那里 一站一坐 你看他这个衣服的这些褶皱 哇 经过上千年了 保存的还是很完好啊 然后大佛的两只手 哇 太厉害了啊 然后这个大佛的下面 还有好多的小佛像呢 这小佛像都看不清楚脸了 小佛像被毁坏的比较严重啊 你看这边全是小佛像 这脸都没有了 哎呀 这上面还被刻了字了 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尘 太没有数字了 在佛像上刻字 这可都是文物呢 你看这边全都是刻的字 太没数字了啊 谴责这种行为 然后在这个佛像的旁边 大家看那里有一个洞 那个叫老鹰洞 据说是这个 彭祖 他在那个洞里面修炼过 彭祖就是 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那个人 活了八百八 一会儿我再介绍这个人物啊 他在那个洞里面 修身养性 炼丹的长寿啊 然后这两个大佛呢 因为他特别的高 高于山齐 所以也叫做齐山双佛 红色的这个 丹霞地貌啊 再看一看吧 站在他的下面 不可思议啊 在这里和大佛合个影吧 好像 相机要广角才行 不然和大佛都装不进去啊 好了 现在从这个通道就走到山顶去了 这里树木真的好茂盛啊 我现在已经到了山顶了 这个悬崖下面就是双佛了 站在这里呢 看一下双佛的视角 哇 大佛每天就是面对着这个景色啊 视野很开阔 看得很远 很不错吧 看完大佛 现在去看一下关于彭祖的一些事情啊 彭祖受活到八百八 中国历史上最神话传奇的长寿之人 为什么他活年头多呢 每一个人呢 在神话传说里边啊 都在阴曹地府生死簿上有名字 有一天呢 阴曹地府啊 收拾屋子 规制东西 就规制到这个生死簿这儿 太多了 有这么一本啊 穿生死簿的这绳子坏了 颜维也顺手拿出一张来 搓了个纸鸟 拿这纸鸟穿了生死簿 这一张 就是彭祖这一张 那您琢磨这张就不见天日了呀 就没人逮他 他可得了一了 敞开的活呀 据说这一辈子 娶了好几百个媳妇 他倒不是洗心研究 没有人活得过他 娶了好多 到最后娶小媳妇 二十来岁 最后这个啊 这个 你怎么这么大能力 能活八百多呢 我能不能跟你一样 我也活这么些岁数 彭祖说那你跟我 活不到一块 因为我这个 我神仙 我如何如何 怎么那么着 最后这小媳妇 彭祖的小媳妇死了 那俩鬼给弄走了 那阴操地府那 一聊闲天 这娘们嘴场 你们也就逮我 我们这老头子 你们可逮不来 活了八百多了 一说 严谋爷 九夜醒了 对呀 是对不上数啊 这人哪去了呢 听他说 你们是把他那张 改了纸鸟了 拍生死簿 找这纸鸟 打个桥果然 彭祖 受活十七 这不行 十七他现在八百八了 问题是他现在 逮不着他了 他不在这空子里边 他已经活出 你这范围了 告诉大鬼小鬼 赶紧去逮不回来 弄死你们俩 人家说弄死 他不怕 死那么些年了 是吧 找去吧 太难找了 最后俩小鬼也聪明 想一半会儿 挑了好些个碳 涮羊肉那碳 与的河边 俩拿刷子 跟刷碳 彭祖打这过 很纳闷 干嘛呢 你们俩 刷碳 为什么要刷碳呢 刷白了好迈 嘿 这俩缺心眼 我彭祖活了八百八了 我也没见过刷碳的 对他 这彭祖锁上车才带走 活了八百八 好的 彭祖三的故事 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有趣 就点个赞吧 拜拜 拜拜